而在昨天上午江西物园一个旅游公路也突发山体滑坡 索性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事发时的景象也被游客记录了下来 这是游客现场记录下的江西物园S302 此曲线驱惊路段大面积山体滑坡发生时的景象 在此之前这里已经发生了小面积踏坊 养护工人及时发现 立即会同交警设立警示标识 禁止游客通行 在滑坡现场可以看到 整个公路已被山石完全覆盖 就连河道也被埋了一半 当地立即启动应急预案 疏导游客并协同公路部门进行抢修 目前物园交警已对该路段进行了交通管制 这一旅游公路对物源旅游影响也不大 在公路抢通之前 我们建议过往车辆从景泽镇摇里方向落行 江西台报道